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在這個三角形ABC中 角A等於角B45度 所以這是一個直角三角形 三內角有180 這兩個加起來90 所以這個是90度 那AB等於6 那他們說 其重心到AB的距離 重心就是那個三中線的焦點 那我現在做什麼 做AB的那個中線 這個的話呢 是AB的終點 那現在他說這個重心 到達什麼呢 AB的距離 這個已經90度了 所以事實上是等於這一段 那現在問題是說 這個中線 這叫O好了 因為這個事實上是外星 這是G 我們看這OC的話 等於多少呢 OC的話 嗯 這是6 OC的話 是等於這個長度一半 因為這三條長度一樣 這是6 這等於2分之1倍的AB 這個是2分之1乘以6 所以這是3 這是3 那這個距離D 就是中心到達AB的距離 就是OZ OZ OZ呢 是等於3分之1倍的OC 中線的3分之1 3分之1乘以3等於1 所以這比剛才是1 剛才應該要選A 所以這比剛才是1 繼續記錄 sty微馀 6分之1 它是7分之1 7分之1